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搭配精致小巧的康乃馨 珠光闪烁 整个看起来非常有质感哦 母亲节亲手做一张卡片送给妈妈吧 首先请到影片下方描述栏里 下载康乃馨卡片纸型 印出来之后 剪下所需要的纸型 卡片的基底我使用的是珠光闪瓶纸 将卡片纸型钉在基底纸上 并剪下 将卡片翻到背面 四个边往内折 接着使用纸型剪出四朵小花 我想做双色花朵所以使用两个颜色 如果想做单一颜色的花朵也是可以的哟 首先在小花的每一片花瓣上剪出一个小V字形的缺口 接着在两个花瓣之间 朝着中心点各剪出一道直线缺口 请记得不要把花瓣剪端哦 其余的三朵小花都以同样的方式剪出缺口与直线 接下来使用牙签或锥子 在每一个花瓣中间按压出一个弧度 让花朵变得立体 我们要做出三朵同样弧度的花朵 最后一朵花 我们一样先在一个花瓣上压出一个弧度 接着每间隔一个花瓣再压出弧度 再翻到花朵背面 将剩余的花瓣也压出一个弧度 所以这朵花朵的花瓣 弧度是上下交错的 接着把花瓣往中间收 我们将它做成花的中心 因为我要做双色的花 所以在粉色的花朵中心涂一点白胶 将刚才折好的花朵粘贴上去 然后收合一下 接着将剩余的两朵花 以花瓣交错的方式粘贴在一起 在花的中心涂上白胶 将刚才完成的花朵粘贴上去 然后调整一下花瓣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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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中的两个角画上边框做装饰 我觉得这种模板很好用 按照它的框线涂满颜色 也不怕画坏哦 画好之后可以先写上祝福的文字 接着拿出3乘3公分及7乘2公分的绿色单地纸各一张 首先拿出3乘3公分的纸张 折出三角形的形状 沿着三角形的侧边 剪出一个细长小小的弯度 打开后 汤乃鲜的叶子就完成了 使用7乘2公分的纸张 剪出微弯的枝干 接着画个半圆 剪出花托的形状 使用笔盖将半圆的边缘稍微压一下 让它有立体的感觉 接下来就开始组合咯 先贴上枝干 如果太长可以先修剪一下 再依序贴上叶子 花托 粘贴花托时 只需要将白胶粘在花托的周围即可 不需要压平 让它保有立体感 接着贴上康乃� 带芯 写上祝福的文字 再来我使用新换纸 依照纸型剪下蝴蝶结及带子的部分 将蝴蝶结的左右两端 各剪出一条直线 请留意不要把蝴蝶结剪断哦 接着把蝴蝶结两端扣在一起 并从中间压出蝴蝶结的形状 用带子从蝴蝶结的中间粘贴起来 将蝴蝶结两边稍微按压一下 让它看起来更加立体 这样蝴蝶结就完成了 接着一样使用新换纸 依照纸型剪下一乘以15公分的长条 先将纸条围绕卡片 手尾粘贴起来 并贴上蝴蝶结 康奈心卡片就完成了 精致小巧的康奈心卡片 可以单独或者是搭配小礼物一起送给妈妈 做法不难 剪下纸型就可以制作了哟 母亲节让我们一起用简单的创意手作 来传递最真挚的祝福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个赞 订阅新之谷手作工的YouTube频道 加开启小铃铛 还有更多精彩的手作内容要分享给您哦 那么下次见咯 拜拜